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 飞机上的厕所也是直排式的 生活在那个年代也还真有可能被袭击 不过幸好这个时间没有持续很长 化学马桶技术就应用到了飞机上 如今飞机上采用真空式吸附马桶 大型民航飞机的标准卫生间内 旅客方便后按下按钮 马桶壁就会流出少量的清水 同时巨大的真空吸力将粪便抽吸进飞机携带的两层结构的粪罐中 到达地面后会有地面服务部门的专业排污车 过来将污水污物收集和处理 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会采用水肥车将其全部吸出 要不然飞机就无法再次起飞 但人们也可能会想到容器容量的问题 长时间飞行的话这样容器是否可以容纳这么多的粪便 所以这个容器也不是普通的东西 废物容器上有过滤器将其中的大件滤出 经过过滤的水再次流回卫生间 等待下一次冲洗 而且飞机如果有路过森林大海等没有人的地方 飞机上的工作人员也会选择将粪便乘到另一个容器里 然后直接扔下去 这样就不用考虑会砸到人 而且还解决了问题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